近日泰国军政府打算建立防火墙以管制和审查网上信息的计划 在国内遭到强烈反对 好几万人在网上请愿要求政府废除该计划 据悉 泰国军政府下令信息通信技术部建立一个单一的互联网网关 以制止海外的不当网站与信息通过网络进入泰国 军政府是在今年6月30日通过决议要建立技术先进的防火墙 随后 在今年9月通知相关部门在建立防火墙之前 研究需要启动或修改哪些法律条款 信息传出后 立即有人发起网上请愿要求政府废除该计划 截至30日下午已收集到超过7万2千人的签名 泰国信息通信技术部发言人对此表示 有关计划还处于审议阶段 预计会在一周内对外公布 此外 泰国是在2006年之后开始放松对互联网的管制 允许个别公司设立自己的网关 导致网速翻倍 使泰国渐渐成为本区域的资讯中心 泰国军政府去年上台后 推出了一系列提振经济的措施 更誓言要扩展泰国作为区域资讯中心的影响力 把国家打造成一个数码经济体 但与此同时 军政府也加强了对网络审查的力度 除了关闭色情网站 也将把在网上发表批评言论的民众控上法庭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字幕志愿者 李宗盛